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天一点咱们就走人回省城去 把咱胶脚一冲 罩开给他洗出来 我想 明镜 只要今天晚上的能平安的过去 一切都过去了 我们现在必须马上找到他们住在那 明天一早 他们就有可能离开西平 到那个时候 就什么都完了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要是不成功 我们就全网了 包括你们两个 这种事情 不能用别人 就你们两个人干 知道了 记住了 今天晚上这几步 要一环套一环的走 不出手则已 出手就要狠 我今天晚上说什么呢 天明和药 一放火 二把他们引到彩空区 用他方把他们砸成肉饼 错了 我今天晚上 什么都没说过 走上这条路 就没有退路了 你们两个想好了 现在改主意 还来得及 另外 千万不要以为自己是饿了 这都是被他们逼的 他们是想不让我们得好死 男人嘛 死 活 都要轰轰烈烈 我们今天 什么都没听见 是 我们今天什么也没听见 对 没听到 轰轰烈烈 应该记住 老师 你很爱玉京 他已经不在了 我也不能代替他 如果我现在说 你已经代替他了 那我肯定是 跟你撒谎 其实有的时候 怀人是没力的 老师 你知不知道 我为什么一直都跟着你 现在知道了 小文将来可以跟着我们 你放心 我会对他很好的 你相当来 我会对他 我会对他 不可能 你会对他 你觉得他 你会对他 我会对他 我会对他 你会对他 他还没有 我会对他 一楼吗 对 长龙 长龙 小龙 你能冲到穿过了? 你也没有冲到穿过迟 一起扣 舷 靠到穿再看 长龙 你看 很事 登 影子 走 走 走 小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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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 我开吧 你过去 喂 什么 什么 小羊 玉强 玉强 娘怎么样 还好 没被烧着 被砸碎的玻璃扎伤了 别没事 不知道 喂 盛哲 你别问我谁 我今天对你是客气 而且对你是很客气 对于像你这样二管闲着的人 惩罚在后面上你知道吗 如果你要至于这样下去 你 包括你女儿 看你在西方的主要的亲属 那将是我们西方的目标 你听见的吗 谁打开 我知道 下面该你醒过 你牛 我扶你还不行吗 喂 事已经办成了 没骚死人 好 幸迟的和杨明丽都去医院了 幸迟的看来情绪很不好 他们现在还在医院呢 如果他们收手 我们就缓一步 我们干什么事情都要做到人之一尽 明白了 好 谢谢 好 我就值班师 有什么事 你就跟他见过你啊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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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动啊 这个别动 谢谢 我好疼哦 你说我现在该怎么办 明丽 如果咱们现在 就此打住 会怎么样 你现在这么想 这也许叫 寡不敌众吧 这叫前功尽弃 也叫软弱 我现在开始理解 为什么很多人 会临阵脱逃呢 明丽 有时候 我们真的 没法说服自己 雨昌 雨昌 我想了一下 你走的时候 把小文也带走吧 可你们怎么办 他们今天敢放火 明天就敢上任 我们再想想办法吧 本来嫂子和孩子 后天就回来吧 天亮以后 我给他打个电话 让他们再多待两年再回来 报案吧 管他们查出来 查不出来呢 对他们 总是有威慑的 好 我就去报个案吧 你们马上不会走吧 马上不走 你去吧 告诉夏宜 好 李强 夏宜 会不会提 北山柳架遥矿的事 我想 他不会提吧 你跟他说 先让他抓 放火的人 好吗 小文他舅舅真是个好人 是 本来他可以 平平安安的过一辈子 喂 哦 没全啊 得饶人处且饶人 对 先别走下一步 永远让别人 你的想法我赞成 只要 他们不再插手 北山柳架遥矿那件事 咱们 就放别人一马 凡事 要有礼 有利 有劫 对 我们做事情 不像他呢 我们为人 要宽容 要仁慈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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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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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余靖的妈妈 我都可以带着 可是渔厂这一家人怎么办 他们还要住这儿 住在西平 渔厂每天还要到市教育局工作 你以为省委书记会下个令 把这一家人调到省城里去吗 他们住在这儿 随时呢 就要遭到报复 我不能不替他们想吧 你早就该这么想 是 只是我没想到 他们会拿余靖家人开刀 要是现在 余靖还活着 我会问问他 他会让我继续干下去吗 你到底还是让他们抓住你的弱点呢 人都有弱点 我又不是万人 那你说 余靖死得不冤吗 那四十几个矿工死得不冤吗 你就不为他们着想 我发现你啊 也是个语言上的巨人 行动上的矮子 我鄙视你 明丽 明丽 你就这么看我 我不为死难皇宫着想 我怎么不为死难皇宫着想 咱们在这六天 没日没夜的都干什么呢 麻烦就麻烦在 我没有办法 把这伙人一网打尽 我也没有办法去保证 将来余靖家不出事 怎么就不能一网打尽呢 我现在真是 我没有任何办法 说真的 我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么犹豫过 咱们暂时 先只顾一头 好吗 先替活人考虑 其他的事呢 咱们再商量 也许 还有更好的办法 要是我想继续干下去呢 你 你以为我会像你这样吗 我劝你暂时停一下 好吗 我担心 他们对你也不会手软 你不用管我 我可以和你单独谈谈吗 我可以 可以 夏业 我不会再叫你副市长 一来显得身份 二来 作为共产党的干部 你好像不配 你这是想谈话的态度吗 都什么时候了 你说话还都圈子 咱们两个和于静 都有个特殊的关系 可以这么说 你对得起他吗 于静那天晚上 确实在北山柳家瑶矿 哦 是吗 有证人 我查过了于静 在出事前的通话记录 上面把于静和你的通话时间 显示的很清楚 可是我不明白 于静明明打通了你的电话 你怎么就不敢承认 嗯 当然 我也有证度 可是我不想告诉你 因为我知道 我告诉你 只能增加破案的难度 直说吧 你还没长出一副让我心得莫得脸 我担心像你这种人 能做出那种 昧着自己的良心 去给别人通风报信的卑鄙数 而且我还看出来了 你和某个利益集团 有着千丝万里的联系 我也开诚不公的对你说 这不是什么秘密 我也是其中的一分子 但不是你想的那种 为了西平市的发展 黄市长 我还有林书记 所有的西平市的领导 不管我们平常有多大的一点分歧 但是有一点 目标肯定是一致的 任何人 在任职期间 都不希望西平市发生这样大的丑闻 这件事情 我无数次从侧面提示过你 但是你太笨 你根本就不明白 这放火的事情 我不能说 这是他们采取的最后行动 但有一点对于你 你应该把它当成是对你的严重警告 这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 你要干什么 走 你先去找我孩子的伯母 我马上就来 你先去 你还敢把这个交捷拿出来 你看看 说漏嘴了吧 我为什么不敢把它 交给一个共产党的副市长呢 你是应该把它交给我 放在你那儿 没用 你看看 你又说错了 这个屋子里 只有你和我 我为什么 把它非给交给你呢 我完全没用 你是想跟我谈条件 当然 什么条件 你说 我想知道交给你以后 能起到什么作用 你想起到什么作用 我想保护于静一家人的安全 这个你放心 我不但能保证他们的安全 而且我会让他们 把烧毁的房子修好 其实你不跟我讲 看在于静的面子上 我也会一直照顾他们 我想得到的 不是你的保证 而是那些人的保证 我会想得到的 是那些人的保证 我会想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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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好 我可以告诉那些人 告诉那些恨你的人 我会让他们做出保证 其实你也很傻 你把东西交出来 不和他们做对了 他们凭什么 要为难于静他们的一家人 他们是疯子 是刑事犯罪分子 只是你把他们逼急了 这里 江同志 你口袋里放的什么东西 录音机 我告诉你 我可以随时不承认 我所讲的一切 你录了也没用 你说的是这个 对 照相机 整天提心吊胆的活着 够累的 把胶卷交给你之前 我想知道 你们想怎样补偿那些家属 这个你放心 等我和黄市长 林书记研究以后 再让习平 梅业总公司 吐血 让他们再拿出一笔钱来 追加浮血金 谁让他们出这么大的事故 当然 在 安全方面 更要增加措施 我怀疑景下 还有像秦玉宝 刘家贵 那样活下来的人 要立刻全面检查一遍 这个不难做到 如果 不是你一杆子插进来 景下活着的矿工啊 也早就获救了 立强啊 我觉得我们今天谈得很坦诚 我也很高兴 我想劝你一句 你不要一听说 发生了事故 死了四十多个人 就觉得不得了 其实没那么严重 矿井里边死人 隐瞒不报的 不只是西平一家 死得比这人多的 也不在少数 在矿上干这行 不死人可能吗 可谁又愿意死人呢 你不要把高兴权 他们当成是杀人犯 他们要真是杀人犯 我也饶不了他们 对不起 接个电话 喂 哦 是我 啊 这样 我等一下给你打过去 再见 刚才说什么地方 说到包围 这是 安全事故 哪个国家都无法避免 尤其是生产上的越快 付出的代价就越大 这是一个发展中的问题 要想不出事故 那好了 什么都别干 还能有西平时的今天吗 这种事情 你真要较真 它就是问题 你应该 从发展全市经济的角度 上考虑 从摆脱贫困 奔小康的大局出发 该宽容的时候 就得宽容 你不要考虑 谁都不敢干事了 你说是不是 什么发展经济 我请你不要 打着发展经济的幌子 你们这些人 只会把你们自己的利益 看得至高无上 你所给我描绘的 西平现在的经济建设 在我的眼里 就像你现在主管的西平政法工作一样 是充满着血腥味道的 发展经济 就要用矿工的性命做代价 是吗 你这个话 敢去跟老百姓讲吗 我觉得 你刚才说话的口气 很像个省委书记 可惜你不是 我们 可不可以不要把话说得那么白 做人不能够太理想 我们看任何事情 都不能抛开 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 现在我们当然可以想 生命是宝贵的 可是 在革命战争年代 生命是什么 生命是属于 我们为之奋斗的革命事 我说这些话 不是在为他们开拓 尤其是你们这代人 英雄欲太强了 总想当英雄 但是现在社会 有没有给你们提供那样的机会 让你们去赌枪眼 所以 你们就处处与人作对 得理不饶人 这西平的事情就是个例子 什么 是与非 对与错 黑与白 这些事情是不难分辨的 连三岁小孩子都知道 你都四十多岁的人了 还在为这些事情玩命 你说你能得到什么 除了满足你自己的虚荣心之外 你还能得到什么 好了 不谈这些事情了 我现在告诉你 我答应你刚才提出的所有条件 请你把交卷交给我 有一个问题 我必须跟你纠正一下 革命先烈 是为了人民的利益 英勇献身 而你们 你们今天 是为了你们自身的利益 人为的造成矿工的死亡 这是两种性质的问题 不要混淆 你刚才 提到了英雄 不错 有你这种人存在 我还真有希望 成为英雄 我不想当英雄 只想为老百姓伸张正义 替他们做点实事 而你呢 你是什么 你是个地地道道的 政治流氓 懂吗 记住 你的下场 不会比他的好 共产党 共产党里 有你这种人掌权 是对党的威胁 对老百姓的威胁 是对共和国的威胁 喂 吃力枪已经投降了 但是我答应他一个条件 任何人 不许在上海 遇进他们家里的人 太好了 告诉高丽全 立刻把照片冲洗出来 要立刻去冲 然后送到我家来 我要看到冲洗出来的照片 要快 要快 命令 你把胶卷交给他吗 你这么做 你对得起你自己吗 命令 他们得到了想要的东西 你离开西平 会安全 齿立强 我一直把你作为我职业上的一个标准 但是我真的没想到 你这么容易会改变 我不会改变 这个共和国视频之死 还是你自己留着吧 立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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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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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疼吗 爸爸 李嘉 顶不住了 你不应该 只考虑我们几个人 你看你说什么呢 你们都是我的亲人 我不为你们考虑 谁为你们考虑 你不应该 我猜能退 你的大事 吧 嘿 不要